我們來討論等比數列的合法 第一個我們先談簡單等比數列的 就是首相等1的等比數列 這個n代表像素 從1加r1次方r2次方加到r的n前次方 總共有n相 因為這樣的話就已經有n-相 再加個1 所有n相 這n就代表像素 我們來證明這個公式 我假設這個叫sn 這是等於1加r 加r平方 加到rn-2 加rn-1 現在把sn乘以r r乘以sn 這個時候1乘以r r乘以r r乘以r 我一直加 加到 前面那一項是 r的n-3次方 乘以r的話就是r的n-2 再加這一項乘以r的話就是r的n-1 再加這一項乘以r的話就是r的n-1 再加這一項乘以r的話就是r的n次方 然後給它相減 一減下來的話就是e-r 把sn抽出來 等於多少 這個跟這個消掉 通通消掉 剩下1-r的n次方 所以就得到這個公式 簡單等比數列的公式 1-r分之1-r的n次方 那我再來談這個一般等比數列 一般等比數列就是 首項的話是a-1 首項的話 我們假設是a-1 那公比假設是r 好那這樣 sn就等於三 這等於首項a-1 加上第二項a-1-r 加第三項a-1-r平方 一直再加 加rn-1-r 這等到 這剛剛算過了 就是他 所以是 首項e-1-r的n次方 n次方是像素 這樣公式就得到了 這個是R不等1的時候 這是R不等1的時候 那如果R等1的話 那每一項都一樣 R等1每一項都一樣 那SN的話就是N項 所以是NAE這樣子 再來第三個 第三個的話 不只說等比數列有這個關係 一般數列也有這個關係 最後第N項的話 等於前面N項的和 扣掉N-1項的和 當然N的話要大於2 當你N帶2的時候 這是SE 你N不能帶1 帶1的話是0 我們第一項的話是AE 所以的話 這個是有這個關係式 第四個的話就是說 第一項AE 是等於只有一項相加 這是SE 的 這就是SE